大陆自22号起开放福建居民个人或团体赴马祖旅游后 台湾舆论认为两岸民众之间的观光交流 是最能促进了解 化解敌意的管道 民进党当局如果不努力为台湾找出路 生存之路越走越窄的 不只是台湾的观光业 更是台湾的未来 来看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大陆宣布自8月22号起开放福建居民赴马祖旅游 包含个人游及团队游 最长可停留15天 连江县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表示 23号就有第一批8名福建旅行业者组团到访 预计停留5天4夜 中国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23号也表示 南投是观光大县 期待两岸旅游回春 两岸多交流也能促进区域稳定 让人民受益 另据台湾联合新闻网等多家台媒报道 台湾相关旅行工会已邀请福建平潭 百余名游客9月中旬搭船赴台 近期将送陆委会审核 对此陆委会仅回应称 目前相关政策尚不明确 将依据两岸海上客运直航之恢复 两岸人民交流及旅运需求与整体情势综合评估 台当局宣称 今年要将台湾的观光业打造为兆议员产业 目标是吸收千万名游客赴台 然而据台湾交通部门的统计 今年1月至5月 入境台湾的游客只有324万人次 而出境旅客则达到670万人次 是入境旅客的两倍之多 那有台湾旅游业者就认为 如果不开放陆客赴台 根本达不到千万名游客赴台的目标 那台湾中国时报也刊发社论认为 两岸民众之间的观光交流 是最能促进了解的管道 其意义不仅是为观光业者带来利润 更能营造两岸和平环境 让台湾经济民生在安定中积极发展 明显的当局如果不积极为台湾找出路 还继续阻挡陆客赴台带来的观光活水 那么生存之路越走越窄的 不仅是台湾观光业 更是台湾的未来 总体要是记者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